呃教了我一招哦 那什么呢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很圆的路径 用拉的好像很困难 那所以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basier circle 或者就是circle 还有这个nub circle 这个我 早上试的时候我发现 我没有办法让他做路径跟随 那但是 这位同学交给我一招就是 他 可以让他做路径跟随 那 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在这边加concent 呃在 在这里哦 我加concent加bar pass 那这里的话 我感觉好像可以选 诶真的可以选 那原本我不能选 那所以呢 这样子他就follow pass了 就follow这一个 球状的 的路径 那我应该一样 在 这一个pass上面 我们去选这里 ok 那在这里呢我就用 哦 这个follow ok 那我在这边 新增的key thread 好 那再来我在 一样80格的地方好了 好 然后呢 这边选80 好 那我们再新增一个key frame ok 那这样试试看 ok可以哦 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早上不行 那现在就可以了 所以不管你是用这种方式 还是用那个 用那个啊 就是直接用另外一招是用 Ctrl P 你选的这个 这一个图图 然后呢再选那个路径 然后按Ctrl P 他也会有这个选项做跟随 不然我再做一个 我按Shoot A 我新增一个好指头 好 然后选的时候 我按Ctrl P 他这里有一个follow test 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 两种方法都可以 那各位 看你喜欢哪一种方法 就用那一种 好 ok 那这是补充的一点